7点21分早安气象时间 昨天为大家报导 冷星低压通过台湾 所以午后雷震雨下得很大 那么今天的天气资讯 我们要来请教一轮 今天还是会像昨天一样下 这么大这么剧烈的午后雷震雨吗 相信昨天大家都被这个 雷声大作给吓了一大跳 就是因为这个冷星低压 正在通过我们台湾的上空 因为它高空温度 是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来到我们台湾的时候 地面那么的热 所以在对流就会非常的强劲 所以在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有看到 频频的闪电打雷 就是因为冷星低压通过的原因 而且来看一下 它通过的时候 这威力真的蛮强劲的 因为光是在一个小时 在我们哪里下最多的雨 就是在台北市的猫空了 因为它光一个小时 就已经来到了85.5毫米 而且这是六个小时 所累积的雨量 它六个小时也顶多才87.5 所以可想而知 这冷星低压来通过的时候 真的是让整个对流发展 都非常的旺盛 不过它已经来通过台湾了 今天虽然它在通过之后 天气形态还是比较不稳定一点点 因为可以看到午后雷震雨 还是持续会来下下来的 像是在西半部 还有东半部的山区 午后仍然要留意局部的雷震雨 而且有可能也会像昨天一样 有短延时强降雨 但是威力不会像昨天 那么的惊人了 但是接下来这几天 因为后头的太平洋高压 其实它的势力 没有那么的强劲了 所以在抑制午后热对流的情况之下 就会比较小一点点 而且可以看到 这个定量降水图 在晨间的时候 其实西半部还是会来下一点雨的 但是到接下来的午后 都是会有雷震雨 而且到了周四周五 可以看到因为刚刚有说到 太平洋高压继续来减弱冬退 所以就转吹西南风 西南风有哪里还会下雨呢 就是在西半部的南部地区了 而且因为被风沉降 那么哪里会更热 就是在台东了 有可能来出现焚风 所以要提醒大家 接下来几天 如果有要去台东 参加这个热气球节的话 其实在台东地区 都是满闷满热的 而且今天持续来发布了高温资讯 其实未来这几周 都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可以看到它势力都是满强劲的 但是大家都在问说 有没有可能在7月的下半 都会有一些热弹扰动 或者是台风生成 是有机会的 但是可以看到 其实它目前就是在菲律宾 还有南海这一方面 来继续扰动当中 但是到底有没有可能 会来影响台湾 还是要端看太平洋高压 到时候的势力了 所以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 未来一周仍然都是又闷又热的天气 而且在高温都会来到35 甚至是36 但是要提醒您的是 就是刚刚所说的 在东半部因为吹西南风的关系 被风沉降 那么就会有焚风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 如果有外出行程的话 从10点到下午2点这段期间 紫外线是非常的强劲 外出真的要注意防晒跟防中暑 以上是这一节的抢资讯